沈阳多云转情零下12到零下1度,大连阴转情零下3到2度,安山多云转情零下7到零下2度,辅顺勤转多云零下17到零下1度。 本西多云转情零下12到零下2度,丹东多云转情零下7到1度,锦州情零下8到3度,银口雾转情零下8到1度。 复兴情零下15到1度,辽阳多云转情零下10到1度,铁岭雾转情零下13到零下1度,朝阳情零下14到2度。 盘景多云转情零下9到零下1度,葫芦岛情零下11到2度,大连阴转情零下3到2度,沈阳多云转情零下12到零下1度。 好,这里民生新闻力量新北,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北方新闻正前方。 我们来看下一条啊,不久前呢,南京市的一所中学做出了一个决定,要给学生定做韩版校服务。 一听到这个消息,很多学生都特别的兴奋啊,韩版校服又帅气又漂亮多好啊,可是家长们都一点都不高兴。 上学的孩子你弄那么帅,那么漂亮干什么呀?正是青春期的时候,这不是刺激他们对异性的好感发展早恋吗? 学生喜不喜欢这不重要,关键就是家长都是齐声反对啊。 那么最后呢,学校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了,将这个校服呢又改回到运动服了。 家长的确是用心良苦,可是操心操的到底是不是地方,这个有待考察,应试教育早就已经岌岌可危了。 孩子也都是有些有肉的凡人啊,扼杀生命力就能造就人才吗? 我们现在呢,已经有人开始考虑到这个,呃,不再是个单纯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了啊。 好的,这个时间我们来连线交警隐心看看今天,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新的信息。 你好隐心。 隐心能听到我声音吗? 可以。 直接说啊。 可以了隐心。 可以了。 诶,吴伯你好。 诶,吴伯你好,观众朋友好。 欢迎来到交警支队主义中心,我是隐心。 那么今天呢,又是个繁忙的周一啊,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。 那现在这里呢,是新宫街北一路,大家注意了,在这个路口啊,是下桥的闸道口啊,有一个信号灯。 所以呢,从整个快速干道桥下,如果从闸道下桥的话,您必须注意要减慢车速,因为这里呢,有很多车辆在等待下桥。 另外呢,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室内的情况,现在往高峰逐渐在回落,所以主要道路的车流量呢,都不是很大了。 但是一人要注意,在夜间行车呢,要注意保持足够的车距。 那昨天看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啊,昨天有三辆车在万豪酒店门前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变脸的法戏。 那么今天呢,我们也直接的进行了一下调查,才发现这幕后果然是有故事的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这就是昨天拍到的三辆车,其中的一辆奔驰车。 大家注意看,它直接把牌子撕下来,底下又有一个沈阳的牌照。 那我们今天对沈阳这些牌照呢,也进行了锁定。 那么通过继续的调查过程中才知道啊,原来这是一个设置组在拍一个电影。 那么利用这几辆车呢,做道具。 而且上面的牌照呢,都是用纸做的,是道具,非常轻,一撕就下来了。 那他们在拍摄之前呢,也跟沈和大队的交警进行了沟通,求得了帮助和协助,才顺利的拍得了这场戏。 那么我们在今天在调查过程中才得知,那也知道了哈,无论你在路上做什么事,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看见的。 那如果要是个人呢,你可要注意,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换牌照的行为,那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。 如果个人挪用牌照,或者是使用伪照的牌照,那么罚款2000元是很严重的处罚了。 那今天情况就是这些了,吴伯。 好的,谢谢尹薰。 接下来呢,沈阳的杨先生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啊,您要是到外地出差,要理发的时候, 一定要把这个投行说得明明白白的,确确定定的啊,因为呢,各个地方有方言,说法不一样, 一旦要是说不明白的话,那出来的效果可是相当的意外了。 接下来是喜怒哀乐,想说就说。 那个,那个投行啊,就我说说我这投行,前两天啊,出差,向里面出完几天啊, 让我们嫌的事,这投部分有点弱了,我说来就是说投去的旅发了, 进入以后呢,他出来了热情,我赢了你, 他说先生,旅发,我说旅发,这个旅发实际问我, 先生,你现在来的什么行啊,我说你那个有啥好行,那我说一说一说一, 我说反正不管啥行,比如我整一个,就是说宿船见以后, 你不吃,我按这个行那种,那那行。 他说我那个,你要的第几堂呢,我说啥要第几堂呢, 你看看,有多长的灯,他说第一长,第二长,第三长, 这我的直觉就是说冬天呢,投得长点, 他说那得来第三长呢,他这,他手法倒是挺绿的, 上我的脑袋中间,刷,一下子,就出了一六走, 看这头太短了,但是这一下下的,我估计的东西呢, 他这个减法都挺快,也不用减的,也不用输的, 就是反正哪有头个长,你往哪去, 所以那不到一份东西完了, 然后除了就跟那个,好像跟图图差不多, 这意思是提醒大伙,到外局以后啊, 就说叫理发啊什么的,等等, 一定要说,说个人说一下, 后来说,好像比实,要不然那时候除了投选, 有什么,你比较意外。